敏老板的超市开在湖州无星区支里镇复民路上 这里原先是一家水果店 两个月前被敏老板盘下来开了这家超市 就是两三大的玻璃门 超市里装了监控 显示当天凌晨1点53分左右 五个小伙子在超市附近转悠 其中两个人站在路边 三个走向超市的玻璃大门 大约15分钟后 其中一个小伙子一脚踹向玻璃门 把玻璃门踹出一个洞 然后转身离开 另外两个小伙子向内望了望 也立马走开了 真的是用脚踹碎的吗 然后就当时他们还没有 马上就进去 他们就是一下子 就是在外面孩子那边等 估计声音有点响 因为那天晚上我们隔壁那种邻居的店 他们那种女的就是下来跟我们说 那天晚上是有听到有人 就是发出很大的响声 但是因为这条路上喝醉的人很多嘛 又过了15分钟 一个小伙子从玻璃门钻进来 直接走向收银台 他从柜子上拿出好几条香烟 还从收银机下方的柜子里 掏出一个布袋子 里面有几个像信封一样的东西 小伙子直接揣进自己口袋 后来这个小伙子又去外面叫了一个人 两人将香烟放进黑色塑料袋 递给外面的三个小伙子 前面那个人拿的黑塑料袋里面全是我的烟 然后种明烟 然后后面那个布袋子里面是两瓶酒 两条花蜜裙 还有两个现金红包 那两个现金红包6000多块钱 他们也没有偷别的地方 就是目标很明确 我们的放烟的地方和放钱的地方 他们就是在那一块地方偷完了就出来 这个时间差不多在里面偷了四十几分钟吧 吃的没有呢 没有呢 什么都没有 就是走的时候顺手带走了一包50块钱的冰狼 敏老板列了一下 损失的烟酒和现金总共是48000块钱 记者注意到超市收银台背后是一大片玻璃窗 从外头往里看似一目瞭然 就是好赚 前辈他们有的人路过看到这个地方 对啊 就站在窗口跟我们呢 我们把这个也放在这里 扫一下直接拿包烟就走 但是我们晚上关门了 会把那个里面的那个帘子放下来的 那随头走了 那进来应该看那个身形还是什么 应该可以查得很清楚 不知道随才拿走的 多少年纪差不多 年纪嘛 这种可能年轻的没长到老 不一定呢 反正就是看上去 他们说是未成牛 老板娘介绍 去年5月才开的超市 11月份转到这个位置 涂的就是这个位置抢眼 现在他们不仅装了卷闸门 还打算装防盗报警系统 然后他们这个烟偷到手的以后 基本上可以立马出手套现 所以现在事情已经过去4天了 脏物肯定是已经追不回了 但是关键问题就是 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线索消息 记者裴敏老板来到湖州支北派出所 民警表示案件目前还在调查中 188黄剑记者报道 我烫门好 我烫一下 我看上去 那我们的线索消息